郭艾伦断约离队,韩德军罕见摊牌回应,想留郭少、李鸿庆得做好一点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周知,那么最近呢外界都在讨论了郭艾伦到底是不是要离开辽宁队 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来看的话,辽宁队呢已经和郭艾伦这边呢还没有完成续约 所以这个动态呢确切实实呢引起了外界很多的一些关注 毕竟我们很清楚呢郭艾伦这位整个球队大腿级的一个人物的话 正常来说呢其实啊完成一个续约的话只需要啊一个陨落一个合同就足够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风波发较到现在呢 郭艾伦包括辽宁队这边都没有任何的进展和表态 所以目前来看呢其实外界呢去猜测的话也是非常正常的 实在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和举动了实在是太过于反常了 所以啊相信不少球迷可能也比较想关注说 既然说郭艾伦以及官方这边都没有进一步的一些进展 那么到底他们球队的这边的球员队友又是怎么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呢 而就在最近的一次晚上直播当中 那么韩德军呢也在这一次直播里面了进行了一个回应 那么这一次啊确确实实非常罕见的 之所以说啊韩德军这一次回应是非常罕见 是因为呢本身我们知道对于球队的球员来说呢 一般来说不会去回应其他队友的一些离对问题 所以这一次啊韩德军可能只是作为一个大哥的身份的话来回应外界的一个关切 在最近这一次直播中啊那么韩德军呢 适合高士岩以及周琦等等一些球员呢在聊天 并且也量到了各自的一些发展情况 包括你像周琦啊接下来到底要去哪里打球 或者说关于整个球队的一些发展等等呢 其实啊都是涉及到当天的直播的一些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在这当天那个直播里面的内容当中呢 那么韩德军呢也是首次回应了关于外界球迷所提问的 就是郭爱伦到底有没有离开球队 那么关于这一点呢 其实啊韩德军也是明确表示说呢 外界那些所谓的离对传言呢 其实现在来看呢根本就不可信 意思就是说呢 他觉得呢啊应该一切的一个说法应该以球队为准 那么在球队没有官宣之前呢 啊所有外界的东西都只是传言 让所有的球迷的话不要轻信外界的一些传言 所以呢其实从韩德军这番说法来看的话 目前来看呢啊啊啊 乖书呢起码说还没有离开球队的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完成续约 但是外界所说的啊 说乖书呢已经看准了广州队 或者说要去到新疆队呢 这种说法的话应该都是站不住脚的 其实说实话我们从整个世界的一个发展来看呢 我觉得乖书目前的他的需求呢 无非啊可能是有两个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呢其实有一个名人曾经说过一个员工在公司里面的待不下去了 其实啊要么就受委屈要么就是钱给少了 所以对郭爱伦来说啊 那么这个理论呢应该也是通用的 郭爱伦这一次之所以迟迟没有完成续约 要么就是觉得这个顶心的上额太低 要么就是觉得自己呢在这里过的不开心 那如果说是这个顶心的问题的话呢对于整个球队来说呢 其实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去进行一个补偿 如果是受委屈的话那么其实对李鸿庆来说呢 只需要在情绪方面去安抚好 郭爱伦呢 相信他之后就能够正常完成续约 所以说实话其实啊从目前那个情况来看 李鸿庆呢想要去取得一个进展的话 问题也不是特别大 其实啊他只要放下身段和阳明这边呢 去做好郭爱伦的思想工作 那么相信后续呢 双方能够达成一致目的应该不是什么问题的 而且目前的郭爱伦呢这么多年从郭爱啊这个辽宁队走出来的话 他已经把辽宁队当成自己另外一个家了 相信他也不会轻易去放弃这个家 所以我相信啊其实郭爱伦接下来流队呢不会是太多的一些问题 只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去决定 这样的一个合约 而且的话到底是辽宁这边能够拿出多大的诚意而已 我们还是希望了双方能够继续携手合作 争取在之后的一个赛季啊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求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